恒利好奇的 你怎么准备的 牙朗道 我现今可以原地 赚两百个圈不晕头 恒利摸了摸脑袋道 我不知道这个法则 管不管用 不过若有用的话 我就叫黄阿玛命令水师 这么训练 拱劳进你头上 牙朗一听就乐了 也不学了 赶紧从河里爬起来 催促红利回城 去找红轩问问 红轩应该知道 希望能有用啊 这样好让我阿玛瞧瞧 我是真的在干正事呢 于是 两人又率领一队人马返城 在城门口遇到了 一畅春猿的太监 康熙实在等不及了 所以派出了第二拨人 在城门口和红利遇着了 红利便只好调转码头 朝畅春猿跑去 瑶朗想了想 也跟上了 说是去给康熙请安 实则是想为红利挽道担责 不过瑶朗虽然进了畅春猿 但却没有获准进监 只能在外围无聊的活动 见了红轩 当下欣喜万分 参见太子殿下 您这是去见太上皇 红轩点点头 红利进去有多久了 亚朗道 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了 红轩一听 暗叫糟糕 怎么这么长时间了 当下便没再和亚朗多说 急急忙忙地 叫收折子的太监 将请安折子送给康熙 康熙瞧了瞧折子 笑对红利道 你大哥来了 红利笑呵呵地窝了一声 没发表什么意见 康熙盯着红利 心思莫变 想了想道 你先下去吧 红利乖巧地打了个签 退了出来 在院子里碰见红轩 悄悄地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红轩停住脚 笑问道 没热黄马法生气吧 红利笑呵呵地 没 黄马法只说我太淘气了 叫我别带亚朗下水 嘿嘿 因有太监在场 两兄弟也不好多说什么 便擦肩而过 一个出去会合雅朗 一个去见康熙 红轩见了康熙后 便觉得红利这家伙 神经太大条了 瞧康熙的脸色 明明就是很不高兴嘛 红利怎么能误判说 没惹康熙生气呢 于是红轩赶紧笑道 黄马法 孙儿给您请安了 你这是在和谁生气啊 康熙烫了口气 盯着红轩看了一小会儿 方道 还不是你黄阿玛 竟然连这等借口都能找出来 原来老师给自己大哭 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凡事不能太完美了 过于完美是要遭老天嫉妒的 而安安的婚礼已经接近完美了 自己那么哭一回 不仅耽搁了时间 还惹得安安哭花了妆容 不得不重新再化一次妆 因此安安婚礼随后的环节都很改 自然就不是那么完美了 因此老师说服自己 校对朝城的理由便是 自己不是想哭 是故意哭的 就是想让安安的婚礼有些瑕疵 并且还叫儿子们将这理由给宣传出去 只是今儿三个儿子都没来得及广为宣传 虽然康熙如此说 但红轩却不怎么相信这个理由 因为康熙的情绪明显不对 不高兴中还带着那么一点阴郁 这种表情红轩并不陌生 以前康熙见完自己的叔伯们后 便常常会露出这种表情 红轩快速转动着脑袋 一边冲康熙笑着 附和说老师的理由其实挺好的 一边想 红莉到底是哪里出动了 康熙那敏感的神经了 或者康熙从红莉的口中认为 老师触及到了她的底线 红轩心中迷雾重重 但面上却带着笑 建议康熙到园子里走走 今儿太阳不大 不如让孙儿陪您去逛逛 康熙此时也收拾好了情绪 笑得很和蔼 好啊 于是祖孙两人便一起 其乐融融地在唱春园里散步了 其中康熙还问了问 安安回门时的准备 然后便告诉红轩 安安都结婚了 有些事得抓紧了 你跟安安倒还能争一下谁长谁幼 但是若你不赶紧 你的儿子可就只能乖乖地 给安安的孩子当弟弟了 红轩微微笑着 孙儿晓得了 康熙声音稍微大了点 晓得了晓得了 你自己说 这两年你说了多少遍晓得了 什么时候学会的只动嘴皮子 红轩也不发出 而是继续搀扶着康熙的手臂 保持着微笑道 黄冒法 别的不敢说 我的孩子肯定比红利的大 康熙扫了红轩一眼 这个孙儿在他的身边 时间可够长的了 屁股一翘 康熙就知道 他是要拉屎还是拉鸟 当然 反过来也一样 康熙的心思 很多也瞒不过红轩 祖孙俩太知己知彼了 黄孙中了解康熙的 除了红轩还有红西 但是红西只会伸出处须试探一下 一遇到阻碍便缩了回去 然后便自己瞎琢磨去了 可红轩不 他会和康熙慢慢地打一阵太极 红轩的太极功夫来自康熙的真传 很有点水平 但尚未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多数时间会败在康熙手下 和早朝圣卷阵农的废太子 很有点相像 但是废太子败下阵来后 便会掩其洗鼓了 回头去找索恶徒讨教 而红轩却不 老师的厚脸皮基因 会发挥莫大的作用 红轩一定会屡败屡战 若败得实在惨不忍睹了 红轩便会收起太极 直接学老师 让莽撞上场 也就是说和红轩交手 康熙无异于和废太子 与老师两个人同时交战 很累人的 见红轩主动提及红礼 再瞧红轩刻意地淡定 康熙知道 红轩肯定是察觉出了些什么 在想着法地打探了 康熙略略思索了一会儿 全横了一下道 走 我们到亭子里歇歇 到了亭子后 红轩并没有急吼吼地 再次试探康熙 而是吩咐太监去拿壶茶 上点点心来 然后在征求了康熙的意见后 还叫人去拿围起 最后才拿了把扇子 站在康熙身边 给康熙打扇 黄骂法 我听黄阿玛说 今年他怕是不会去热河呢 红轩重新起了个开头 好似他真的是陪康熙闲聊的 红礼两字 就是无意中说出的罢了 康熙呕了一声道 朕怎么没有听说 红轩笑道 黄阿玛还没定下来 只是有天闲聊的时候 无意中说起的 康熙哼了一声道 去年没去热河 倒也罢了 今年怎么又不去 红轩乐道 是啊 我们都这么问黄阿玛呢 结果您猜黄阿玛怎么说 康熙道 他说什么 红轩笑呵呵的 黄阿玛说 蒙古药材虽然有盈利 但赚钱不多 蒙古王公对九伯颇有些微词 黄阿玛不想听蒙古王公诋毁九伯 康熙嘴一扁 等着红轩将话题绕到红礼身上 却听红轩笑道 不过黄阿玛说 若今年太热 到时就叫孙儿奉黄罵法去热河壁属 康熙哼道 叫朕去帮他做事 他也好意思说得出来 红轩笑道 四弟差不多也这么说呢 嘿嘿 康熙心想 总算是将话题绕到红礼身上了 当下便没有接话 只是挥手叫附近的太监和侍卫到远处去设防 红轩心中咔嚓一下 更觉不妙 心想 到底是怎么了 红轩此时都还不敢确定 惹着康熙的到底是老实还是红礼 所以才会在康熙面前提了红礼又提老实 见康熙如此郑重的模样 红轩有点怀疑 莫非是自己的爹做了什么让康熙看不顺眼的事 乔康熙的架势 是不想打太极了 但康熙如果一来就值班主题 那就只有两个原因 一是事情太小了 小的他不屑于耗费精力 另一个就是事情太大了 大的康熙不乐意浪费一丁点时间 红轩虽然心中很是紧张 但脸上还是挂着淡淡的笑容 静静地看着康熙 康熙看着亭中空空如也的石桌子 缓缓地 朕一生 有三十五个儿子 二十个女儿 但朕最喜欢的儿子闺女 却都只有两个 红轩飞快地想着 康熙喜欢的公主 好像已经去世了一个 还有一个在世的 便是与三二个同母的荣献公主了 莫非是荣献公主 给康熙抱怨了什么 红轩压根就没有想到 康熙最喜欢的两儿子是谁 反正应该是不在人世了的 但凡在世的 康熙不骂他们是逆子就不错了 那只康熙觉得 儿子中 其中一个便是你二伯 另一个便是你十八叔 红轩愣了愣 心想 难道黄骂法对于二伯 迟迟为去爪挖不满 但南洋那边目前的形势 的确不适合将二伯派过去 康熙看了眼红轩 苦笑道 怎么 不相信 红轩扯了扯嘴角 没说信 也没说不信 红轩一直认为 康熙就算喜欢废太子 那也是附加了条件的 康熙叹气的 你十八叔都没有打小 养在朕的身边 你二伯可是朕又当爹又当娘的 一手拉扯大的 朕为时没有想到 我们父子会走到今天 造化弄人呐 红轩正正的看着康熙 心想 这是不是扯得太远了些 康熙见红轩没反应 想了想到 在朕身边养大的 除了你二伯 便是红西和你 你二伯如今被圈着 红西如今再给顺之爷守灵 红轩 真可不想让后人说 但凡跟在朕身边的 都没个好下场 红轩彻底懵了 自己的地位虽不说是稳如泰山 但是离岌岌可危 也差了十万八千里啊 当下便道 黄万法 您别大难过了 二伯和红西二哥 落到今天这地步 他们也要负很大责任的 康熙苦笑了一下 道 红轩 你老实说 你想过你黄阿玛 会有今天吗 红轩想了想到 黄麻法 二伯被废号 虽然想过的 康熙不可思议地 瞧了瞧红轩 你有那么多的书博 你黄阿玛文才就不说了 论武 你十四书 可也不逊于他 横轩笑道 当黄阿玛啊 可是在军中历练了多年了的 处事经验比十四书丰富多了 再说了 黄阿玛虽然文采不行 但治国又不是写两首诗 做两首词就行的 黄阿玛当时 虽然是在南洋水师任职 但吕宋和安居岛的民生政务 他也在管着 而其他书博 却都只是在六步办差而已 也就是说 老师的能力锻炼得更全面 康熙没有想到 在那么早的时候 红轩就这么看好老师 自己当初可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你不认为 你黄阿玛那莽撞的心子 不是何当一国之君吗 红轩微微笑了笑 黄阿玛是该莽撞才莽撞 不该莽撞的时候 他也就只是会大声嚷嚷罢了 若真莽撞 吕宋和安居岛 也不会是今天这好光景 康熙顿了顿 沉默了一会儿 方道 你黄阿玛是不糊涂 但朕却不希望 你兄弟中 有个像你黄阿玛那样的人 看来是针对红丽了 但红轩却想不明白 红丽到底怎么了 竟然会让康熙如此忌惮 原来左十四强颜欢笑地 将老实大哭的戏份 绘声绘色地表演了一番 康熙看得很过瘾 当下便关心了十四一句 是你十个嫁女 你怎么也跟着闷闷不乐的 十四没说什么 只是在走的时候问康熙 如果当初他求娶阿儒娜 康熙会不会给阿儒娜送去一杯毒酒 见康熙愣了愣 十四苦笑了一下 又问道 黄阿玛 若换了十哥 他当时会不会就会去求你 康熙更愣了 见十四神情分外地落寞 便叫住道 你怎么想起混这个了 然后十四便将红利的话 说给康熙听了 自嘲道 自欺击人这么久 突然被人说破 有点不适应 过两天就好了 十四打小就很受康熙宠爱 在康熙面前 偶尔也会喜欢耍耍赖 但却很少和康熙谈心 此时竟然对康熙抛露心声 可见他受到的打击有多大 但康熙却没有关心 十四的心理健康 而是因红利的吸力 产生了极大的不安 康熙如今 已经不想去猜老十一直以来 是不是扮猪吃老虎了 也不想去琢磨红利那深刻的见解 是不是只是灵光一现 康熙只知道 红轩和废太子却很像 一出生就很受宠 都是年长的阿哥 当爹的身体貌似都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